周休三日有5000人連數 觀光股還有肉嗎 這個題材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物 我是婉倫 歡迎胡彰宏 胡老師 婉倫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節目首先請大家幫我動動手指頭 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看到了 周休三日點火 這個題材正在延燒 說是什麼提案通過 有超過5000人連數 觀光股這個時候 是不是就很有肉呢 我覺得5000人沒有辦法代表 我們目前台灣2300萬人 更沒有辦法代表企業家的 他們的意願 因為畢竟這個周休三日 所影響的層面將會是非常的大 我覺得這個題材 應該是在選舉前 因為明年要總統大選 應該是選舉前的一個操作而已 5月中就要開始操作 對 就是一個操作題材而已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太可能 應該不要說不太可能 是完全不可能 然後再去通過 因為你要去想 我們現在台灣已經是缺電缺水 然後又缺土地再缺人才 像這種情況之下 已經對企業已經非常的不友善的一個國家 如果你又再加上說 這個周休三日的話 那整個企業的整個資金成本又要再墊高 因為他人事費用就要墊高 因為你多放了一天價 對這個企業家而言 他就是多了一天的成本 因為你放了那天價 他還是要支付薪水 除非你放了那天價不支付薪水 可是不可能這樣規定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看我們的觀光股你就知道 來看一下今天剛剛觀光股 你就知道這個題材是真是假了 如果這個地方真的是真的話 我可以跟你講鳳凰早就衝過去了 跟鳳凰他算是旅遊股 對啊 其實今天飯店股其實講比較多 對他早就應該要 因為你飯店跟觀光其實都是一樣 因為他也有國內旅遊 是 對不對他不是只有國外 對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題材 假設他未來真的會成真的話 前面糕點早就過了 那但是他現在連那個 這個之前的一個小糕點他都過不了 所以說大概69塊錢以上的短套的賣壓 非常的沉重 所以這個地方 我是不建議你去追高啦 因為你的空間已經不大了 而且我覺得這個純粹是個假題材 就是純粹是為了選舉而搞出來的一個東西 因為那五千人真的不能代表什麼 而且是網路的 好再來看什麼熊獅 熊獅 第二檔熊獅他剛剛的走勢 應該說他的股價走勢 又比剛剛那一檔還要弱 對那現在的熊獅你就會看到 他這一波的漲不是為了剛才那個題材 那是為什麼是因為有這個短空單 拼命的去放空 那就去追空造成這一波的一個 軋空的一個現象 走勢其實是很弱的 對他前面的這個走勢就軋空之後 完畢之後他就開始震盪 那這邊的震盪如果這個短軋空確定結束的話 也就是要看這個關鍵點 如果168也跌破的話 那就不用看了 這個整個行情就結束掉了 所以說你要看到說這目前的觀光股 他的一個反應 有沒有針對這個題材再創新高 假設沒有 我覺得那就是假題材 不要太去相信這個東西 因為每次市場要做多的 某一個族群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假題材出現 那這個假題材你要去分辨 才不會被去追在高點 這之前已經發生過非常多的一些個股 跟族群的身上 老師我們看到第三檔三三富 他今天的股價其實是最強的 那他又要留意哪一些地方呢 好三富今天雖然是最強 但是他衝到漲停板之後就掉下來了 所以你的地方你要去注意 如果多方的缺口89.1元 是不是會被回補 假設回補的話 我覺得他這個急漲之後 後面也有可能會急跌 因為他的這個之前的成交量 是非常的少 我說過像這種光光股 主力他會用什麼時候去出 如果你是主力 你會用量小只剩下幾百張之後 去出貨嗎 不會 量多的時候 對一定是量大 那什麼時候叫量大 1萬多張這叫量大 不是嗎 從幾百張變成1萬多張 你但是要出在1萬多張的時候 所以今天就有什麼 你要去質疑他是不是有人在出貨 今天在衝量的時候利用這個題材 好 再來另外看到富爺 富爺 富爺 他是好一點點 比第一檔第二檔好一點點 但其實也沒有漲多少 對他是20幾塊便宜的股票 那比較容易被這個主力給鎖定 所以說他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 就是說假設到後面有個補漲 我覺得那個力道也不會太強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20幾塊的股票 那之前的這個成交量也不是非常大 因為觀光股都有一個通病 就是他之前的成交量不是很大 但是他每次到大量的時候 都是在高點附近 你在操作觀光股就是這樣 除非你能夠他量小時候 你就知道他未來會大漲 你再去做介入 假設你沒有這個能耐 你不是主力 或是你也不是那個 春江水暖鴨先知的那隻鴨 那你就不要去做這個事情了 你寧可去找別的族群 可能會比較安全 否則觀光股操作起來說真的 不是一般散戶可以去承受的風險 因為他跌的時候速度也會非常的快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跟各位投資朋友 分享到這邊 謝謝胡老師的提醒 也記得加入胡老師的like跟telegram 才進擊直通 我們下回再會 拜拜 接著 旁邊 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